只是发放报税表都大幅减少30万份以上 而全香港有三百多万个打工仔 大家计计一计 未来一两年到底香港人供楼能力 有没有能够有个协同效应令楼市上升 但是这次又不会那么灰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供楼比例已经上升到接近七成 所以未来我只见到未来三年至五年 楼市就会从阴跌迹象出现 即是有价无市 所以会慢慢慢慢跌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买楼的话 不妨等多一会儿 一起找 快点订阅 过去的楼市上升的幅度 是来自于每年加工 只要香港打工仔 一年加可能两三千元 他就有千多元的供楼能力 而这千多元的供楼能力 就足够供多三十万楼价 所以楼价就会有几个%的升幅 因为他摊开三十年还 完全没什么压力 所以MC就一定要税单 而未来一年 正是发放报税表都大幅减少三十万份以上 而全香港有三百多万个打工仔 大家算一算 到底未来一两年 到底香港人供楼能力 有没有能够有个协同效应 令到楼市上升 过去大陆不问价 下来香港扫楼 为什么呢? 因为政策是分开的 是独立的 但是当大湾区一体化的情况下 香港绝对并在不时 是大陆人走之天堂 所以他们冲下来不问价 扫楼物业就不会发生 公楼就一定比租楼 楼价是没有干性需求的 那些专家常说 什么楼市干性需求 是废话 如果下年楼市百分之九十都会下跌 纵然你今年有几大干性需求 又要草老婆又要生孩子 既然你这么大需求 楼市下跌 那些人都不会买楼 他宁愿租楼 因为我不想买完层楼 我跌 所以楼市是从来没有干性需求 只有租金是有干性需求的 当租金的干性需求 带动租金回报率上升 租金回报率带动楼市上升 就是过去二十年的剧本 2006年 全湾中心 90万 但真的租到六千元 你不做按揭也有百利息收 好了 但是 当这百利息 百利的租金回报率 下降到今天两厘 这个全湾中心就要由一百万 上升到今天四百万 好了 大家去找一个计算机 按一下 很多三年内 SSD完结的业主 就会不问家丢货 所以 关键点 这班人的抗跌力是最差的 因为他是全级計务 85%上会 90%上会 基本上他只要一输钱 或者供不到 或者没了份工 他就会扔出来 而扔出来 他们很多时候 我拿回本金就算了 市场上面 就会迎来一个固压 再加上 本金拿不到的 就会 弃 我不要 Grand Yoho 输了80万 业主移民了 扔了10% 三年 刚刚SSD完了 三年输一成 过去三年 若这个业主 用了九成上会 一成扔金已经消失了 还未算离印、雜费 另外 银主盘 当恶性循环情况 很多三岸、四岸 那些银主盘 其实都已经完全失败了 关键是 他们会在市场上 得问家经过測量私行 或者拍卖行 去拍卖 当一个负资产 变成银主 卖得出 卖得出 有剩余价值 是要给債制 但是这些剩余价值 全部通通都会变成 律师费、行政费 银主很简单 我要收回本金 有剩余价值 他不理 他宁愿早些卖 所以纵然 可能是物业股价800万 但是银主 只是500万都卖出去 因为債制只借了400万 如果市场上 恶性循环 银主 因为风险在银主 所有的三岸四岸 的风险是很高的 所以他就会 直接是拍卖了 这个单位 樓市是没有庄家的 如果反映在股市上面 股市上面 每一只股票都有大股东 大股东就是叫庄家 股票跌得太深 大股东就会出手捞底 或者回购 或者增持 但是樓市是没有庄家的 全香港有160万个私人单位 所有发展商加上 都没有16500个单位 持有的 所有发展商 大的发展商 所有加上 都没有持有1%的香港总樓市 所以樓市一跌 是没有人维稳的 没有人维稳 现行也不值得 因为有SSD 全场散户就像九七难贵方 人踩人 但是这次又不会那么灰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工满楼比例 已经上升到接近七成了 所以未来 我只见到未来三年至五年 樓市就会从阴跌迹象出现 即是有价没有市 直到有班业主认命了 认命了 樓市真的下跌了 才肯沽出 所以会慢慢慢慢跌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买楼的话 不妨等多一会儿 宿表时代 钱贵资产便宜 过去十年 就是反过来 量化宽松时代 钱便宜 资产便宜 OK 关键就是跟着下来 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规模 是会越来越大 什么叫做宿表呢 就是将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资产沽出 而平均债项 就是宿表 9月将会由今天的475亿美元 大幅提升到950亿美元 是一个月 每个月 联储局都会在资产负债表里 抽走950亿美元 所以 你见到今天股市好像欣欣向荣 但其实是假象 关键点 就是 没有人会在低位缩表 你想想概念 低位缩表 这些情况下 它缩少少 沽出少少资产便大跌了 它一定是在缩表之前的季度夹上 令到市场上 好像没什么事 那些人才会开始去坐满仓 甚至开始使用杠杠 杠杠到了 一夹下来 才是在高位出到最多货 自保有不同方法 首先 我定性为整个世界 都是一个下行周期 全世界都是 有打仗 有通胀 有滞胀 有滞胀 所以 这个年代 不输钱 已经很厉害了 现在不是投资的时代 除非你很高坦素 你的坦素 可以做足对冲 甚至是overhatching 从而你可以 跌市 我都赢 跌市我都赢 否则 普通的人 没有学过任何投资 因为投资没得学 以前投资 中学是没有教过 大学是没有教过 你找一个经济学教授 都教不了你 关键点 你真的要保护自己本金 因为你输 输一次赢一次 虽然比例一样的话 你也是要输钱 100元 先赢10元 10厘 110元 再输10厘 就输了11元 所以 为何99人 在股票上输钱 原因就是这样 你说 在短段时间里 怎样去 给你一些建议呢 我觉得 因为美股 是一个缩表年代 即是说 其实 加息 导致美股 是很大的影响 因为美国经历过 十年的零式年代 零 借钱不用钱 所以 他们是 无论是生意上的杠杠 或者是股票市场上的杠杠 如果你买了一只股票 你用杠杠去买它 你的杠杠率很高 因为本身 他的生意 已经做了杠杠 变成 顺利 顺利又放回市盈率 在股票上 你再做杠杠的话 其实这个年代就是风险年 明白吗 所以美股 我建议大家 一股不漏走清它 为什么呢 因为美股支撑住 有几只大价股 第一只Tesla Tesla 为什么这么高估值 就是因为过去十年 它真是独屎生意 未来十年 全部车厂都做电动车 当我电动车 我有得选择 我就不一定要买Tesla 所以当Tesla的市盈率一降低 它就没有这个增长 它就不会有这个市盈率 Tesla有一年 它的业绩不是很帥 它的市盈率是2000倍 Tesla有2000倍市盈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当Tesla市盈率2000倍 而你继续买的话 当2000倍市盈率的一家公司 你都买的 就等于耶稣出世 到今天为止 他才翻本 那你就不应该再买它了 除非它有一个很高的增长 那所以 为什么那时候 2000倍市盈率 人们都买Tesla 因为有增长 但是接着 它就不会有这个增长 不会有这个比例的增长 所以 第一只已经倒了 我自己看道指 在2023年的331之前 道指是会跌到25000点以下 我自己看 请不吝点赞 如果想紧贴更多理财 投资和生活的资讯 继续留意我们不同的平台 按订阅我的patreon和youtube channel 按一下小钟 小鐘